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这是Chemery 我和大家分享一些overhead 对这种墙 练一下smash 当你没有朋友跟你练习 或者你没有空 或者你没有空 或者一种墙 很快地练习到你的 前面伸手 和volley 还有你的overhead 非常好的tool去练习 但有些要注意 今天希望大家喜欢这视频 请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请订阅你的朋友 让多些朋友可以投资 还有我们的 Extended Version 我们的球棒 是很多plow through 因为它是 more reach 0.25的reach 多一些 0.25的inch 多一些 我会帮助你 reach higher aim higher just like in life 好,那现在呢 就会向着捧场打 那困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快点进入位置 快点准备 当你呢 打到地上 可以再打到空墙 再多写一次给你 那这个呢 说多少都没有用 要去练习才有用 练习了一点多 你就要慢慢慢慢找到你这个range 不停去做一个rhythm 地下场 up 地下场 up 地下场 这个sequence 就继续去做 但每一次呢 就记住 不要说要很大力 不要很大力 因为为什么呢 控制不了 透过慢 control focus quick early preparation and then consistency 你就可以每次都可以 做到overhead and have a fun time 的捧场 那这个呢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可以透过你的wall hitting 可以做到overhead and可以拿到productive practice 那希望呢 那待会大家 终于按个示范 大家刚才看到我示范呢 一开始那一刻呢 有时是最难的 因为呢 你不可以太大力 你要按到位置 让它弹回来 让你再弹一下一下 那当你做了之后呢 你会觉得 有一个rhythm呢 你那个contact 到地下的弹的位置呢 都每次consistent 你就可以不停 去flow到 那球回来 那次呢 你都要reli prepared 你的脚那里 去align你自己 under the ball 等你可以再 smash 到一次 那当然你不可以太大力 太大力呢 你会开始失去控制 那这个呢 这是一个 提示给大家 如何可以透过一捧场 去做到你的 overhead practice 那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分享 是一个很短的分享给大家 and这个呢 是learn by doing 不是learn by just talking and saying 是要练了 那你会发觉呢 其实都没有了 你个个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呢 慢下来 and just go ahead and练多一点 你就会得到个rhythm的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那请大家share 新的朋友 and subscribe to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谢谢大家 再见